在日本广岛举行的这次七国双脑会议 不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对 也招来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反对声音 20号当天在广岛举行的这次示威活动 就有来自日本 美国 菲律宾 韩国等各地的示威者 当天在千田公园示威者高举标语 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召开 同时反对建立亚洲版北约 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 示威者还谴责七国集团干涉亚洲事务 沦为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的工具 给地区稳定带来威胁 你的内容是美国人的领导 这些人的领导 还有大量人的领导 在美国人的领导 在美国人召开 G7的合作是在韩国上的合作 G7的合作是在韩国上的合作